就是这一张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告的确诊名单 上头写着一名20号从台湾出发 抵达成田机场的20多岁女学生无症状确诊 让民众担心可能出现社区感染 这个植若大于32或33的时候 那通常就养不出病毒啦 那这个大概是知道 尤其他又没有症状 所以也很难知道说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感染 根据日本官方给的资料 这名女学生核酸检测中CT值是37.38 而CT值越少病毒量越高 台湾标准低于35才会判为阳性 指挥中心认定女学生是若阳性传染力低 但这名女学生到底算不算本土个案 如果照目前这样的情况 那是当然是列在我们的一个本土的案例 无法排除他不是在台湾的一个感染 所以我们不会去排除啦 只是说因为根据国际的惯例部分 我们大概这边就不会列一个暗号 本身这个部分就让大家自己自由新政 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案例来去做详信的一个意调 前一天陈时中才松口列为本土个案 但25号专人桑的说法又变成自由新政 让民众摸不着头绪 但就算女学生是若阳性 在台湾的感染源依旧四个迷 目前女学生125名接触者中有两人已经出国 7个人还没有联系上 其他116个人已经进行裁检 其中44个人呈阴性 另外72个人检验结果 25号晚间出炉 台湾社税感染可能出现破口 4天连早展开 第一天爆发出油潮 在人多拥挤下 要如何兼顾防疫 令专家忧心忡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